炸的金黃酥脆的鹹酥雞 搭上爽口洋蔥令人口水直流 一切開起司瀑布 從雞排流了出來 看了都覺得真的很罪惡 但就是這一位 吸引人 我自己本身呢 有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大部分的店家都沒有做 所謂甜食這一塊 那我 我有做甜食 我炸甜食 那今年也準備了一個 應該外面不太有機會吃到的 日式麻糬 改用炸的方式 為極點不絕 進去這邊 老闆的手從初攤開始都沒停過 我們是直接用中藥粉 然後下去做醃製 把蜜汁的雞肉 各類食油鍋裡哩啦聲響不斷 客人上門都買好大一袋 吃了都 讚不絕口 它很黃色 比較很美 不論是台灣人 是外國人 都抵擋不了鹹酥雞的美味 因此高雄去年首創鹹酥雞嘉年華 而今年高雄市觀光局宣布 活動將盛大舉辦 二零二二全國鹹酥雞嘉年華會 在八月二十七 二十八號進行 這次會以市集方式登場 除了邀請去年人氣店家 更積極邀請外縣市人氣名店 預計將號召百家業者 今年我們特別把活動 從一天變成兩天 吸引了全國一些知名店家 率先來報名 全國的鹹酥雞將齊聚港都 因此喜愛美食 熱愛鹹酥雞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兩天 來一趟就能滿足 您的味蕾 這是北京推出的綜合照物 華爾新聞臨完詢 溫暖時達人蔡忠迅 高雄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 主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YouTube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